看到军青掀掀欲指尖 那张黑色卡片 姐妹花顿时目瞪口呆 整个地灵邮轮公司 拥有黑卡的用户也不超过十位 他竟然有一张 沙龙的外籍美发师客气地迎过来 将他让到座位上 军青用英文向对方说明要求 美发师去准备药水的时候 他摸出手机登陆船上的WiFi 刚刚连上互联网 手机嗡嗡地连震好几下 弹出数条微信提示 五条微信全部来自赵依依 婉姐您找我 林峰婉直接用微信 发过一个语音通话的邀请 军青接受邀请 将手机送到耳边 林峰婉没有半句客套寒暄 军青 恭喜你拿到冠军 现在我是你的经纪人 还有木槿白的助理联系我 他要见见你 木槿白 军青语气惊讶 他怎么知道是我 他去年年底收购卫士 假面割王是他一手策划 他知道你并不奇怪 林峰婉道 我现在在国外 最早也要周一才能回去 好 说完这句 林峰婉直接将电话挂断 做完头发 我们再去做的spaul 把姐姐打扮得美美的 晚上的船长晚宴 一定能把咱们船长先生迷倒 船长 听到这个关键词 军青心下顿时拉起小警笛 耳朵竖起来侧耳倾听 姐姐白眼妹妹 不要瞎说 我是为了应聘新船的主管职位来的 妹妹坏笑 我懂 进水楼台先得月吗 军青的大眼睛缓缓眯起 哼 想打他男人的主意 也不问问他答不答应 第二天一早 军青急着拖鞋走出美发沙龙 准备到仓房换上裙装 这时 帝林走了进来 四哥 今天晚上有船长晚宴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船长晚宴 你想去 帝林问 嗯 军青笑应 好 隔空注视着女孩子娇艳的小脸 帝林微微眯眸 昨天晚上 我看了你比赛的视频 他竟然特意看了他的比赛视频 军青惊讶地从果汁杯上抬起脸 四哥觉得我唱得怎么样 对面 帝林雨风突转 为什么要叫Empres D 咳 军青猝不及防 一口牛奶 全腔进喉咙 重重地咳嗽起来 伸过手指 隔桌捏住他的下巴 帝林用指尖辅掉他唇角的牛奶 将女孩子的慌乱收在眼里 这么紧张干什么 冷静冷静 千万不能暴露 这么多年 四哥一直把他当妹妹看 他如果把他聊得太急 反倒会适得其反 我没有啊 军青掩饰得笑笑 我起假名是因为 节目组要求每个人都起个假名 我知道 帝林微眯心谋 我只是问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M2S D翻译成中文应该是 帝夫人 没错吧 其实 我说的不是 M2S D 我说的是 Mis D 不是帝夫人 是帝小姐 但是工作人员听错了 我也只能将错就错呗 帝林注视着军青微微皱眉 难道他想多了 游轮上 滑灯初上 九层主餐厅内 已经是一厢并饮 宾客重重 大家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讨论着天气 文字 股票 各种彰显自己博学优雅的无聊话题 却是各个心不在焉 所有人的眼睛 却都在盯着餐厅入口 等待着那位身份亿万的船长先生 船长先生道 帝林人刚刚走出电梯 早已经有工作人员 用对讲机将消息传到餐厅 经理轻挥手 一众员工列队在门口欢迎 包括副船长在内的 几位高级船员恭敬地站起身 主餐厅大门分开 地铃缓步走进餐厅 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欢迎船长先生光临 一众员工 齐齐折腰行礼 宾客们也都是笑着向他问好 站在角落的白人服务生 悄悄地溜到外面的甲板上 在懒洋洋吹着海风的女孩子身侧停下脚步 小姐 船长已经到了 你现在进去就可以看到他 不用急 军卿转过脸 从小手袋里扯出两张现金大钞 递到他手上 笑着向他眨眨眼睛 迟到可是美女的专利 地铃环是四周 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 眉头烦躁地皱起 坐在主桌边的公司董事无康 笑着站起身 小颜小玉 快过来见见地总 套着精致裙装的姐妹花 笑着走到地铃面前 地总 我来介绍 这是我的外甥女朱颜朱玉 男人头也未抬 只是淡淡地从鼻子印了一声 来来来 吴康右手抬起 身向扶住地铃身边空椅子的椅背 小颜你坐这儿 好好照顾地总 话未说完 地铃已经转过脸 心眸如刃落在吴康脸上 放开 男人声音不高 却字字冰冷 触到她的目光 吴康瞬间吓出一倍冷汗 本能地将手缩回来 对不起 吴康瞬间吓出一倍冷汗 忙着将手缩回来 那小颜 你坐这儿 坐这儿 将自己紧挨着空椅子的位子 让给朱颜 吴康倩倩身子退到一边 四周宾客们的目光 纷纷落在那边空椅子上 支呀 餐厅紧闭的大门 被人用力推开 鞋跟踩过大理石地面的声音 不紧不慢地响起来 一步一步靠近 站在门口的服务生转过脸 坐在靠近门边餐桌上的客人 转过脸 一对对眼睛 都是好奇地一过来看向餐厅入口 金色高跟鞋踩过地面 一个身影出现在餐厅外的灯光中 复古风黑色脱地长裙 如烟一般的裙纱下 金色绣片闪耀 纤细腰枝被裙衣裹得不迎一握 浅浅的V领间 升着华美的金色流苏 项链 末发高婉 月显得内景修长秀美 发顶上金色复古王冠 与流苏耳环 复古手链 娇香灰映 听到熟悉的声音 帝链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视线抬起落在军青脸上 哪怕是对他已经熟悉的极点 男人却依旧控制不住地 生出数分惊艳 朱颜侧着脸看着军青 也是眼神复杂 美容沙龙的拖鞋图老貌 竟然可以这么美 踩着高跟鞋来到帝链和那把空椅子之间 微微弯下身 凑近帝链 甜甜开口 船长先生 我可以坐这把这椅子吗 哼 朱颜仰起声调 语气坚立 你这种女人 也有资格坐在船长旁边 朱颜这一句 一来打压军青 二来也是在讨好地灵 军青眼底闪过笑闻 果然是个白痴 随便挖个小坑 您就往里跳 军青斜一眼自家四哥 已经阴沉的脸 委屈得皱起小眉毛 请问这位小姐 我是哪种女人 你是哪种女人 自己不知道吗 朱颜不屑地撇撇嘴 有点臭钱 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以为穿得像个狐狸精一样 就可以爬上船长先生的床吗 坐在主位上的地灵 猛地站起身 滑跪的红木椅子 擦过地板 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男人凝着眉 俊脸阴沉如冰海 滚出去 听到没有 朱颜冷笑 还不快点滚出去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军青伸过两手 抱住地灵的胳膊 与其要多委屈 就有多委屈 四哥 他凶我 听到那一句四哥 吴康才意识到 自家这位外甥女 捅了马蜂窝 地总 小玉他人小不懂事 您别千万别见怪 地先生 小玉他真得不是故意的 心下恨不得 将妹妹塞回娘胎 朱颜脸上 却只是陪着笑脸 帮妹妹求情 小玉 还不向地先生道歉 胳膊被捏得生疼 朱玉终于反应过来 那个 对不起 地灵站在原地 丝毫不为所动 吴康看看男人的脸色 知道对方不满意 他转过身来 咬了咬牙 男人抬手右手 照着朱玉的脸 狠狠抽了一巴掌 不知好歹的东西 还不滚出去 朱家也是富贵之家 从小养尊处优的娇娇女 何曾挨过打 吴康一巴掌下嘴 朱玉的眼泪就掉下来 抿着被打疼的脸 他抽抽烟烟地哭着奔出餐厅 没有理会朱玉 吴康陪着笑脸 看向君卿 这孩子 有眼不识泰山 宁多担待 李子面子都有了 君卿见好就收 四哥 他笑着晃晃地灵的胳膊 我饿了 咱们吃饭吧 帝灵的表情 这才稍稍缓和 轻轻地应了一声 服务生鱼贯而入 将上等的美食 一一送到宾客们面前 帝灵伸过手掌 轻轻拍拍君卿的小手 这是你的船 你来住酒 君卿威笑起身 修长的手指 捧起水晶杯 欢迎诸位 光临我的公主号 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段快乐的游轮之旅 干杯 所有人都从椅子上站起身 向他抬起杯子 干杯 喝完这座杯 众人重新入座 晚宴也正式开始 船长先生 朱颜笑着起身 当当小玉多有得罪 我自罚三杯 算是替妹妹向您和小姐赔个不是 三杯酒 她都是一饮而尽 净显豪爽 君卿明明美眸 想喝酒 那我就让你喝个够 捧着杯子转过身 君卿笑 吟吟开口 四哥还有工作 不便多喝 这一杯 我替四哥回敬 干杯 碰碰朱颜的杯子 君卿前浅戳一口酒 大眼睛里 满是天真无辜 我酒量不行 只喝一口 小姐姐不介意吧 怎么会 明知对方是故意 朱颜却只能保持微笑 硬着头皮 将酒水再次喝干 视线掠过朱颜 明显已经有几分酒色的脸 君卿笑眯眯眯问 说起来 我还没有问 这位小姐姐 贵姓 我叫朱颜 朱红的朱 百花睁颜的颜 君卿一脸天真灿烂地点点头 原来是朱姐姐啊 吴康笑着接过话头 小颜去年刚从哈佛毕业 一直很喜欢航海 这次听说地总开辟新航线 特意要求我帮他 买一张船票 一定要过来见识见识 这一次 吴康来船上的目的 就是想要将朱颜介绍给地灵 想要攀上地灵这棵大树 当然不会放过任何自卖自夸的机会 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朱姐姐好厉害 君卿露出一脸赞许的表情 对了 请问朱姐姐 现在在哪高教 我现在还没有工作 事实上 不等朱颜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君卿已经打断他的话头 我记得陆助理上哈佛的时候 人还没毕业 就已经收到很多大公司的邀请函 朱姐姐毕业一年 竟然还没有找到工作 事实上 我也收到不少工作邀请 只是我都不太喜欢 朱颜目光阴切地落在地灵身上 因为我和地总一样 都是狂热的航海爱好者 在手机上搜索几条航海知识 就敢冒充航海爱好者 小姐姐 人设不要轻易理 很容易玩崩的 说起来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还和四哥聊起最近的季风 朱姐姐觉得季风还流 鱼类迁途和洋流 哪一个对航行的影响更大呢 所谓的航海爱好者 不过就是朱颜为自己立下的人设 只是为了讨好地灵而已 这么专业的问题 朱颜哪里知道 看四周众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 朱颜顿觉压力山大 我觉得是季风 他犹豫地猜一个答案 朱姐姐说错了 君 清漫条斯里地喝一口酒 在帆船时代 季风或者会对航行有所影响 但是 现在已经是科技时代 船只动力十足 季风对船只的影响 已经是微乎其微 对航线影响最大的是洋流 有时候 甚至会让船只偏离航线 四哥 我说的对吗 帝灵点头 不错 不愧是帝总的妹妹 果然博学多才 是啊是啊 五小姐的知识面可真是广泛 众人不失时机地拍马屁 君清笑得即是谦逊 大家过奖了 其实这些都是高中地理知识 是人都知道的 不知道的岂不是不是人 朱颜只觉胸口声疼 好像被人用力捅了一刀 看来 我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 朱颜努力保持着脸上的镇静 如果以后有机会在帝先生身边工作 我一定向帝先生多多求教 这都不死心 小姐姐的求生欲很强嘛 君清力落下刀 从盘子上的牛排上切下一块 四哥一向讨厌公司员工 与领导层有裙带关系 我看朱姐姐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从头盘吃到甜点 朱颜连一句话也没和帝灵搭上 甚至连插嘴聊天都难 听到帝灵提到 兵临灭绝的加拉帕哥斯像龟 朱颜不等他说完就抢过话头 那可真是太可怜了 我可是最喜欢海龟了 听到这句 一直没有正眼看朱颜 哪怕一眼的帝灵 视线第一次转过来 落在朱颜身上 你说什么 果然 他成功引起他的注意了吗 朱颜心下狂喜 捧着杯子从椅子上站起身 打扰诸位一下 从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大海 喜欢海洋生物 尤其最喜欢的就是海龟 刚刚听帝先生提到 摄灵灭绝的加拉帕哥斯像龟 我真得很心痛 这么可爱的小生物 如果从地球上面绝 那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所以 我准备拿出我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一千万作为创始奖金 和帝先生一起开创一个像龟保护基金 强忍住笑意站起身 君清拉拉朱颜的胳膊 善意提醒 朱姐姐 加拉帕哥斯像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鹿龟 不是海龟 事实上 大多数客人对像龟也并不了解 君清这一提醒 瞬间静人皆知 餐厅内 笑声顿起 此时的朱颜 只恨不得找一条地方钻进去 对不起 我失陪一下 结结巴巴地丢下一句 他仓皇地逃出餐厅门口 之前被君清灌进去数杯红酒 朱颜多少也有几分酒意 仓皇之中 脚跟一滑 人差点摔倒 晚宴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进入尾声 帝灵将他从餐厅扶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摇摇晃晃 走不成直线 今天风好大 船晃得好厉害 哪里是船晃 分明是他自己在晃 帝灵好气又好笑 你醉了 瞎说 我才没醉 君清推开他 迈不向前 刚走两步 他脚步轻晃 一头撞向狼侧的墙壁 轻轻 帝灵剑步冲过来 在他撞到墙之前 挡在他身前扶住女孩子的胳膊 君清抬起脸 眯着醉眼向他一笑 我就是有点脚软 帝灵哭笑不得的将他扶正 弯身将小丫头从地上横抱起来 君清头靠在男人肩上 想起晚餐时 朱颜的囧态 人就在他怀里 轻笑出声 四哥你知道吗 那个朱小姐还想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才不会给他机会呢 帝灵心眸微微眯起 别人不了解君清 他却最清楚他的脾气 你是怕他接近我 那种烂桃花 剑一朵 我掐一朵 掌一颗 我砍一颗 一手勾着他的脖子 他就抬起另一手 在半空中用力一挥 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 谁也别想勾引四哥 将君清送进主卧 帝灵弯身将他放到枕上 小丫头的胳膊 依旧缠着他的颈 没有放开 轻轻 放开 就不 他不高兴地嘟着小嘴 不但没放手 反而越发缠紧几分 四哥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走 抬起大手 轻轻将小丫头拥到怀里 地灵安慰地轻拍他的背 语气温柔 放心吧 四哥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哼 小丫头脸窝在他的颈间 笑着娇憨 这还差不多 地灵玩二 随后 又连起笑容 大手扶着他的小脸 男人粗力地指腹 轻轻抚过他细嫩的夹 轻轻 告诉四哥 你喜欢四哥吗 注视着他的脸 地灵凭着呼吸 等着他的答案 君清眯着最眼 脚匣地仰起唇角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这是我的秘密 臭丫头 戒心还挺强 四哥向你保证 我不会告诉别人 好不好 他寻寻善诱地哄 我才不信呢 君清打个哈欠 你们男人都是骗子 地灵威正 随后哑然失笑 好 四哥不问 地灵小心翼翼地撑起身 胳膊刚撑起一半 就感觉到胸口处 沉甸甸地拉力 君清的紧抓着 他衬衣上的一颗扭扣 手指握得紧紧的 似乎是生怕他会逃走一般 地灵深呼吸数次 到底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弯下身来 覆住他的唇 第二天上午 邮轮再一次在港口停靠 游客们纷纷下船 乘坐港口的旅游巴士到城内游玩 路边 大片樱花如云如霞地盛开 如粉色云海壮观而唯美 车子在当地一处著名的赏鹰公园停下 两人一起下车走进公园内 君清伸过手掌 握住地灵的手指 男人侧眸 他就笑着解释 公园人多 我怕和四哥走散 地灵眼底闪过笑闻 何止将他小手握紧 行到一片盛开的八重林前 地灵停下脚步 我们也拍张照片吧 君清错愕地转过脸 看向身侧的地灵 一向讨厌拍照的四哥 竟然主动要求和他拍照 好啊好啊 君清激动地摸出手机 打开摄像头 按下拍摄键 为了配合他的身高 地灵很体贴地弯着身子 二人的脸刚好在一个和谐的角度 在一片粉色的樱花背景前 他和他那么亲近 帮他捏掉肩膀上的花瓣 地灵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前面有椅子 我们去休息一下 两人一起走到椅子边坐下 君清低着头摆弄着手机 这张照片拍得真漂亮 应该挺适合做手机壁纸的 我也给四哥传一份吧 地灵靠在椅背上 西装口袋 自己拿 君清不宜有他 侧过身 将手伸过他的西装那袋 只见刚刚碰到他的手机 就听头顶上男人的声音 突兀想起 知道昨天你喝醉之后 对我说什么吗 君清握着手机的手指僵住 错愕抬眸 我 我说什么了 地灵垂眸看着他 心眸里目光晦涩不明 你说要掐断我所有的烂套花 不许任何女人勾引我 这样啊 那是因为 君清垂下睫毛 眼珠转了转 那个朱颜根本配不上四哥 我当然不能让他接近四哥 地灵抬手 擒住他的小下巴 逼近他的眼睛 你还抓着我的扣子说 我是你的 不许任何人抢走 又是为什么 君清欲哭无泪 他就知道 事过出奇必有妖 果然 四哥不是带他出来玩 而是心事问罪的 君清垂着睫毛 迅速思考着对策 不许撒谎 锐利心眸又向君清逼近几分 地灵收紧捏着他下巴的手指 不给他躲闪和逃避他眼神的机会 君清咬咬嘴唇 说就说 我就是不想让四哥交女朋友 我就是不想让四哥喜欢别的女人 如果四哥交女朋友 喜欢上别的女人 就不会喜欢我了 别的女孩子 有家有父母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四哥 要是四哥不要我了 我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十年在一世界漂泊 孤身一人面对所有 地灵是君清唯一的慰解和希望 如果再失去他一次 只要想一想 他已经是心疼的无以复加 两人在一起这么久 他对他的情感早已经超越亲情 甚至越超爱情 这个男人在他心目中 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存在 女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委屈 眼看着那对爱笑的眼睛 一点点地通红 染上泪色 地灵早已经是一片心疼 哪里还听得下去 胡说八道 皱眉打断他的声音 四哥怎么会不要你 四哥向你保证 永远不会喜欢别的女人 只要四哥活着一天 四哥就会宠你一天 君清顿时心花怒放 扬起唇角 露出灿烂笑容 伸手拥住他的颈 他放肆地将脸贴到他的颈窝 青青和四哥永远也不分开 地灵口袋里 手机震动 他伸过手去帮他把手机掏出来 四哥接电话 我去给你买水喝 从男人胸口上直起身 他抬手抹一把脸 开开心心地跑向远处的景点超市 将手机送到耳边 地灵淡淡开口 说 听筒里是陆文青的声音 先生 传上来了一位客人 说是要和您谈谈五小姐的事情 地灵挑眉 什么事 对方说 具体的事情要亲自和您谈 还说这件事情对五小姐关系重大 在公园门口等我 地灵从长椅上站起身 凝视着远处花树下君清的背影 不要在青青面前提起这件事 君清抓着两瓶可乐跑回来 接过一瓶 帮他把瓶盖拧开 地灵抬手将可乐递回他手里 船上有点急事 我们先回去 君清知道他有事 主动道别 四哥去忙吧 我先回客房 地灵点点头 目送他走进电梯 侧脸看向陆文青 人在哪 在会客室等 主仆二人一起乘电梯来到办公区域 行过甲板 地灵远远地隔着会客室的落地窗 就看到站在窗内的男人 对方身形修长 套一身烟灰色西装 生着一张精致出众的脸 地灵看过去的时候 对方的目光也隔着玻璃看过来 两个男人的视线 在半空中交汇在一处 彼此都感觉到对方眼中侵略性的探寻 两对深邃的眼睛 同时迷起 地灵不关心娱乐圈的事情 却依旧是一眼就认出那张脸 影帝木景白 地灵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瞬间升起几分戒备 陆文青推开会客房的房门 地灵迈步而入 站在窗边的木景白大步走过来 向他伸过右手 地先生久仰 地灵握住对方的手掌 穆先生克简 两个男人分主兵入座 陆文青亲自捧上热茶站到地灵身后 可以和地先生单独聊聊吗 地灵抬起右手 文青 带穆先生的助理去外面休息一下 是 陆文青答应一声 木景白心下着急 根本等不下去 索性直接找到 船上来与地灵交涉 没有拐弯抹角 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君青在船上吗 在 木景白的眸底闪过一抹喜色 我可以见见他吗 将对方的眼神收在眼底 地灵冷冷拒绝 不可以 地灵的拒绝干脆的不假思索 让木景白也是微微一恶 意识到自己这一次 确实来的唐突 木景白努力保持着耐心 据我所知 君青小姐并不是地先生的亲妹妹 没错吧 地灵亲亨 不管你是 木景白伸过右手 从身上取出一张照片 推到地灵面前 这是我妹妹 四岁的时候和我母亲一起出海失踪 地灵垂眸 视线落在桌上的照片 扫过照片内的母女 她淡淡地收回目光 我父亲离婚的时候 妹妹跟着妈妈 我妈妈姓君 妹妹随她姓 名字就叫君青 木景白伸手将照片拿回来 指尖轻抚过照片里小女孩的脸 如果她还活着 刚好和君青一样大 现在 你能让我见她了吗 地灵波澜不惊 语气和之前一样了 不能 木景白捏着照片的手掌收指 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 我先来找地先生 是因为我很尊重你 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必须要得到你的允许 地灵缓缓站起身 一对心眸 隔空背上木景白的视线 只凭一张照片 一个名字 你凭什么去 定她就是你妹妹 她长得很像我妈妈 而且我们可以做血液鉴定 鉴定 地灵冷亨 休想 木景白皱眉 声音也强势起来 你凭什么阻止 就凭她是我养大的 她以为她是谁 随便拿着一张照片过来 只是凭着一个猜想 就想去做血液鉴定 她有没想过 如果这件事情弄错了 对君青会是什么样的伤害 地先生 木景白压住怒意 我知道 你和君青一起生活多年 肯定有很深的感情 文青 地灵冷冷地打断她 送客 知道这个谈话 没有办法继续 木景白将照片重新塞回西装内戴 转身走出会客室 站在玻璃窗前 目送木景白下船 站到码头上那辆黑色轿车前 地灵皱眉下令 通知所有的乘客 一个小时之后 船只出港 可是 好多乘客都下船了 那就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陆文青感觉到男人的怒意 没敢再反驳 是 四哥 君青从客舱里走出来 东西 我都收拾好了 从这里回来 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积程 我能不能晚上再走 不用急 地灵表情温和 等船到终点港 我们一起回去 你好好在船上复习 我会让文青帮你请假 这么说 他可以一直和他在一起 君青听到耳中 顿时欢呼着冲过来 抱住他的颈 四哥万岁 木景白站在码头上 注视着巨轮渐渐十远 垂在身侧的手指 缓缓握紧 定明天一早地返乘机票 地灵不想让他见君青 那他就跳过地灵 直接去找君青 接下来的几天 海上风平浪静 白天 地灵工作 君青或是复习功课 或是利用空闲时间练琴 晚上 他就带他四处游玩 一起到船上的院场看电影 一起到船上的攀岩馆玩攀岩 或者等船只靠港的时候 一起到港口城市游玩 晚上 他会给他拉琴 或者给他读 从船上图书馆里借来的书 两个人仿佛又回到之前 一起出海的日子 日子充实而快乐 清晨时分 君青打着哈欠下楼 走进餐厅 没有看到地灵 他疑惑地看向管家 四哥呢 管家将托盘上的走餐 放到君青面前 先生昨天晚上就走了 昨晚刚回来 半夜又走 君青担心得皱眉 他去哪了 先生没说 管家一笑 不过您不用担心 先生 让我转告您 他晚上会赶回来看您演出 听管家这么说 君青也就放下心来 吃过早餐 他整理好需要的书籍 和晚上演出需要的衣服 坐上车子赶到学校 没有去教学楼 君青先来到女生宿舍 一位脸上生着几颗小雀般的女生 急匆匆抓着手机跑过来 君青 我地老天爷 你可算来了 我都找你好几天了 君青疑惑地盯着对方的脸看了看 你是 我是何思韵啊 管弦乐系吹长笛的 女生主动介绍 我这个副社长 还是你认命的呢 你不会把我忘了吧 社团 听对方提醒 君青仔细看看那张脸 终于将眼前的脸 与记忆中的人 画上等号 他掩饰得笑笑 怎么会 我就是一时没认出来 何思韵说的社团 是穿越者创立的音乐剧社团 那时的穿越者刚刚开始拍戏 还没有成为娱乐广大群众的表情包 头上顶着眼缘的光环 靠着所谓业内人士的名头 把社团成立起来 音乐剧社团活动室 房间内 两帮人马正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是人数 寥寥的音乐剧社 一边则是人多事众的街舞社 为的就是这间音乐剧社的活动室 音乐社一位戴眼镜的男生 看不下去 走上前来 护到几个女生面前 你们少说两句行不行 看他突然冲出来 街舞社站在前面的高个男生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怎么 你不服 何思韵带着军青走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心下担心 何思韵冲上前来 一把将戴眼镜的男生拉开 你们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马上把你们的东西搬走 要不然 我们就帮你们扔出去 高个男生上前一步 一把扯下墙上音乐剧社的射旗 抬手就要往地上扔 军青皱眉 低鹤出声 助手 女孩子声音不高 语气中 却有不容之会的强势 这不是咱们的军社长吗 高个男人皱着眉头 尖着嗓子 模仿着穿越者在宫斗剧中 夸张作作的经典表情 你别这样瞪着我呀 文家好害怕 街舞社众人 齐声哄笑出声 军青没笑 也没有生气 表情平静地走过来 他的目光淡淡掠过哄笑的众人 社团活动室是学校安排 如果几位不满意自己的社团活动室 可以去找学校领导申请反应 请不要影响我们社团的正常活动 哼 人群中 一声冷笑 你就是音乐剧社的社长军青 是我 军青轻轻点头 你是谁 我是街舞社的副社长程千雪 自我介绍一句 程千雪伸过右手 接过高个男生手中的音乐剧社社旗 大家都是同学 我给你一个面子 这个周末之前 你们搬出这间活动室 我可以让你们的社团继续存活下去 小屁孩 威胁他 军青淡淡一笑 否则呢 否则 程千雪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冷哼 我保证你们通不过这一次的社团审核 音乐剧社以后就是过去式 将手中的社旗摔在地上 程千雪不客气地抬起右脚 踩在音乐剧社的社旗上 傲慢转身 走 走 哪有那么容易 军青上前一步 右手探出 抓住程千雪的左手 反手握住女孩子的手指关节 猛地向后一拧 这是地灵教他的小情拿手 抓紧拿血 不会把人弄伤 但是疼 急疼 程千雪完全没有防备 感觉着从手指到肩膀的肌肉 都是撕裂一般的疼痛 顿时疼得尖叫出声 众人投鼠忌气 都是忌惮地停下脚步 只敢站在原地虚张声势 你放手 你快把程副社长放开 军青不所为动 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呐喊和威胁 只是冷冷开口 捡起来 这三个字 他是对程千雪说的 程千雪倒也有几分骨气 疼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却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 军青我告诉你 识相地马上放开我 否则 军青抬起右脚 一脚踢在他的膝盖后窝 后半句威胁耿在喉咙 程千雪左 腿一软 人已经跌跪在射气前 军青手指收紧 又加重几分力量 捡起来 程千雪的眼泪终于忍不住 滑出眼眶 他那点为数不多的硬骨头 也终于在无法忍受的疼痛面前屈服 伸过自由的右手 他忍着疼 将音乐巨射的射气从地上捡起来 伸手接过射气 军青松开手指 程千雪以最快的速度 拖着还在疼的胳膊 从地上爬起身 逃到自己一方的人身侧 扶住疼痛的左臂 程千雪咬牙切齿地发痕 军青 你等着 军青挑了挑眉间 淡淡向前迈了一步 程千雪顿时吓得后退三四步 紧张地抓住铜层 一个高个男生的胳膊 你 你别过来 音乐巨射的几位同学 都是笑出声来 耸祸 军青眼底也闪过笑闻 哼 程千雪红着脸一跺脚 你们别得意 马上就是期末的社团审核 我等着你们社团关门大吉 带着街舞社的众人 他气急败坏地转身离开 军青抬起手掌 拍拍摄器上的灰尘 转脸看向那位戴眼镜的男生 你没事吧 对上他的视线 男生脸一红 有些腼腆的笑笑 没事 站在何思韵身边的矮个女生一脸轻默 社长 你刚才那招真是太帅了 那个程千雪 靠着自己男朋友 是学生会主席 天天作为作福的 以后看他还敢这么嚣张 就是 看以后他们还敢来欺负咱们音乐剧社 另一个女生也附和道 只怕咱们社也开不了几天了 何思韵的脸上 并没有太多欣喜的表情 学校要对社团进行评级管理 四星以下的社团都要关闭 这次评级就是学生会负责 程千雪肯定不会让咱们通过 别说别的 咱们社团现在就这几个人 连基本的人数要求都到不了 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 还遮不了天 君清将社旗递给何思韵 社团的人数要求是多少 都是我能力太差 何思韵接过社旗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学校要求社团最低人数 也要在十人以上 现在咱们社团包括您在内 只有九个人 君清也是有些无语 音乐剧社开始的时候 可是超过百人的大社团 竟然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难怪要被街舞社这么嘲讽 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上时间 他略意沉吟 今晚我有演出 现在要去熟悉一下演出曲目 你们整理一份社团招募的海报 先招募一些新人进来 其他的事情 我们明天再开会研究 见他要走 何思韵快行两步追过来 君清 不是 社长 你真的准备好好管理这个社团吗 如果君清真的在乎这个社团 也不会几个月都不来一次 何思韵只担心他两天热度 到时候又甩手不管 以他们几个的能力 是不可能将这个社团撑下去的 其他几位社团成员 此刻也都是目光紧张地盯在君清身上 社团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些人还能坚持下来 完全是源于对于音乐剧和社团真正的喜爱 将几人的表情收在眼里 君清轻勾唇角 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经过凡此种种 还能对他不离不弃的人 他应该好好珍惜 社长放心 我们 何思韵眼圈通红 声音里染着激动 我们一定会和你一起坚持下去 伸过右手拍拍何思韵的肩膀 君清语气正重 我们不仅要坚持下去 我们还要把这个音乐剧社做大 做强做好 何思韵含着眼泪点头 其他几人也都是各自握紧拳头 到时候 让街舞社 不光是街舞社 让所有那些嘲讽过咱们的人 都对咱们刮目相看 多少天来被人嘲讽 受人白眼的日子 大家都已经受够了 那现在就行动起来 加油 向几人摆摆手 君清拉开房门走出活动室 直奔钢琴练习室 从包里取出钥匙打开房门 君清推开门进去 钢琴边 赫然做着套一件 银灰色宽松T恤的冷漠 这会儿 他两手在钢琴上 是弹着出一段旋律 男孩子漂亮的眉毛 紧皱在一处 明显是对这一段不太满意 抬手扯下铅笔 将刚刚修改过的曲谱 重重化掉 他的心思全在曲子上 君清走进来都没有听到 行到他身侧 君清歪着头 看看钢琴上的曲谱 目光扫过开头的部分 眼中露出惊艳之色 这是你写的曲子 听到他的声音 冷漠吃惊地站起身 黑沉沉的丹凤眼 不悦地扫过来 看清是君清 男孩子垂下睫毛 掩起眼中 那抹被打扰之后的薄怒 我马上就走 伸过两手 他用最快的速度 将摊在钢琴上的曲谱 收拢在一处 君清的目光略过 他手中厚厚地手写曲谱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不需要 冷漠固乱 将曲谱塞进书包 伸手提起自己的大提琴 酷酷地走出练习室房门 青春期的小屁孩 还真是叛逆 君清笑着摇摇头 将背包放到钢琴一侧 注意到钢琴前掉落的两张曲谱 他伸过右手 将那两张曲谱捡到手里 照着谱子哼唱几句 君清很快就找到 刚刚冷漠 一直不满意的那两个小节 从头到尾 哼唱一遍 他将另外几处不太和谐的音修正 将曲谱放到钢琴前 用钢琴弹奏一遍 君清满意地点点头 姐姐没有看错你 果然是如此可教也 君清忙于自己的工作 并没有注意到 书包里的手机屏幕 数次亮起 信号那头 木景白的助理 苏以南 无奈地将电话挂断 先生 君清小姐的电话 一直没人接 办公桌后 木景白正低着头 摆弄着一只贝壳手链 这些天 他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 查找君清的消息 知道 他今天要在学校 参与安东尼的钢琴演出 按道理说 今天他应该会回来 怎么会不接电话 难道又是蒂灵搞的鬼 从椅子上站起身 去音乐学院 一千公里之外 海市人民医院 血液检验中心 蒂灵弯着身子 坐在等待区的椅子上 两肘撑着膝盖 修长手指尖 捏着一只只吃咖啡杯 陆文青握着手机 从外面回来 手里提着一份 刚刚买回来的午餐 先生 您先吃点东西吧 椅子上 男人充耳不闻 一对眼睛 只是注视着 检验中心铁门的方向 听听到的 属从 煎